一言周家卫4月30日独自先生香港牛头角 为母亲节节目录影 记者问到当天不见周家卫的老公洪天明和两个儿子时 他则笑称每次老公在的时候反而自己会很少说话 所以这次一个人出席节目就会有很多东西可以讲 不知道家里的两位公子现在成长到什么阶段呢 他们经常吵架 但是最多最烦咬我的就是在车上的时候他们在吵 有时候我说啊不如你们唱歌唱歌对我来说是温柔一点啊 他们就会吵起来说这个歌是我学校的 然后那个就是不是这个是我学校的 然后我觉得这样都可以吵 我说其实这首歌呢全世界都在唱的 不是你们学校而已的 然后他们就就会看着我 我有时候要停他们要用很多时间他们才会停 所以都挺困难的 既然两个儿子这么八道 不如快点生一个小妹妹中和一下 通常男孩子在看到妹妹时都会变得超级温柔和特别会照顾人呢 其实我讲了很久想要女儿的了 从好几年前到现在快到猪年了 因为我很想生一个跟我一样所住的 不是迷信 就是因为因为就是想跟我一样那么懒惰 租那么难 但是又很矛盾 因为觉得弟弟有一些会妒忌 现在我抱另外一些朋友的BB啊 他会走过来推开那BB或者拉走我 那我觉得弟弟还没ready 我们ready但是他好像还没 然后但是哥哥很好 哥哥会很照顾一些小妹妹 很喜欢拉着妹妹的手 然后好多女生都很喜欢听姐哥哥这样的 其实天明看着好多朋友有女儿的 他都很想要一个女儿 对啊就是她的情人一样 然后但是我有些朋友就说 哎呀他有多一个情人 你就地位没有了 我说哎呀没所谓 因为我有两个儿子嘛 所以要看吧 我也是有两个情人呢已经 所以要看他 要看我们整家人ready没有 谋方全媒香港报道 第二个就是 这 period